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少公厕陆续改为性别友善公厕 像是新北市板桥区公所就继新北市政府之后 板桥又一处的友善公共设施 为让民众有良好的体验过程 板桥区公所从动线重新规划 到防偷窥防止臭味下功夫 因此获奖肯定 一楼的公所附设公厕和过往大不相同 从外观上代表性别平等的卡通器额彩繪 一直到图示标彰 而这些都证明着这处公厕 欢迎男女老幼入内使用 新北市政府最近这几年都自力推广性别友善厕所 所以厕所的部分不再一定是区分 是男厕或女厕 最主要是一个共同友善的空间 有时候会有男生女生 或者是亲子带个小朋友 婴儿一起来上厕所 然后逐渐是要打破一个性别的异象的心态 所以除了市府的性别友善厕所 已经有一间以外 我们公所在这部分 也在一楼的部分 也有把原本的男厕 改为性别友善厕所 从去年五月开始改建 除了通风采光干净 还有味道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做足之外 每一间厕所各有不同使用类别 像是亲子共享的 还是有尿布台 满足新手爸妈的需求 还有隔间加高 并且封底的隐私设计 让民众感觉很贴心 很好啊 对 还有亲子厕所的功能 现在就是很需要 你刚使用起来 那过程有没有异味啊 干燥啊 这间没有 对 还蛮干净的 生活周遭的性别友善厕所 应该数量越多越好 这样对有需要的使用 但是比较方便啊 对啊 而且这是一个趋势 你觉得常常在一些 百货公司电影院 常常女厕那边总是大排场哦 对 但是也跟使用时间有关 所以女厕空间 如果能够尽量大一点 那是比较好的 事实上公所一楼 另外还有保留原本的女厕 这一次改建的是将男厕所 升级为友善性别形式 一方面也让各年龄层的市民朋友 增加使用习惯 现况的改善的成果 无障碍的规定 他们做事马桶 还有防偷窥 或者节省的一些 省水标章 或者是灯光的明亮度 很多的细节都 他们都会来看 那最主要他们会更在乎的是 防偷窥 因为毕竟现在 是各个侧间都是独立的 那如果在里面 有人会不会拿手机往上这样去偷拍 这个是委员会比较注意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在 侧间跟侧间的隔间 那个隔间都做得很高 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让民众都可以更放心的来如厕使用 加上一旁的府中广场和456园区 一并完成之后 未来这个区域不论举办任何集会活动 都能够满足市民朋友如厕使用的需求 为友善城市印象再进一步